娱乐周到无须客套 住院《流星花园》转角《遇到爱》等剧 在内地大火进而成了一线红星 在经历了陈剑舟、剧经义、蓝正龙、周渔民等人之后 他在安以轩的生日宴上认识了汪小飞 本来安以轩跟汪小飞的关系比较暧昧 可大S却横刀独爱 还和汪小飞火速闪昏 从此和安以轩成了陌路人 当年的汪小飞不仅是翘江南的唯一继承人 还是大家评出的京城四少之一 身价超过了80亿新台币妥妥的富二代 当时的大S除了喜欢汪小飞的帅 也很喜欢他的身家 毕竟从小把自己当成公主的大S 最渴望的就是成为阔泰 从此远离娱乐圈的是非 然而谁也没想到 两人结婚不久 张兰就因对赌协议输了翘江南的股份 汪小飞也失去了继承权 除此之外 汪小飞在投资方面也屡战屡败 大S只能带着他去上综艺 还为他卖了两栋豪宅 预估早期的大S是对汪小飞很有信心的 谁知道汪小飞是扶不起的阿斗 多年来事业始终不见起色 大S最终豪门梦碎 两人离婚后 汪小飞频繁和张盈盈来往 给坊间增加了不少笑料 而大S也不甘寂寞 离婚后和前男友俱俊叶取得了联系 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再续前缘 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据悉 居俊叶和大S只是用电话和视频联系 目前还没有见面 居俊叶需要隔离十天才能见到大S 这对恋人在1998年曾短暂的相恋 现今已经24年没有见过面了 难道不怕见光死吗 据韩国媒体报道 现今53岁的居俊叶 还一直需要75岁的妈妈照顾 而且本人的发展也不是很稳定 大S这是要继续倒贴吗 如果大S跟着居俊叶去韩国 那她和汪小飞的一儿一女要怎么办 作为吃瓜群众都为她担忧不已 真是太冲动了 2.安以轩 说完了大S 再来说说她的患难姐妹安以轩 安以轩2005年去大陆发展 不久之后就认识了汪小飞 认识了年少多金的汪小飞之后 安以轩就对她方心暗许 两人的关系也一直非常暧昧 可是安以轩没想到却被大S截足先登 她只好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直到2014年终于认识了陈容炼 陈容炼靠房地产和博彩业起家 后来建立了澳门德进集团 但论身价的话 她远远超过了汪小飞 身价最高时达到了100亿 到了2014年年底 安以轩就跟陈容炼走到了一起 随后便迫不及待地公开了恋情 当然这种速战速决的恋爱态度 很可能是安以轩要求的 之前的她毕竟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所以才会急于宣誓主权 两人谈了三年恋爱之后 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安以轩先后生下了一儿一女 豪门阔她的位置愈发稳固 这几年安以轩春风得意 演艺事业对她来说也是可有可无 毕竟坐拥亿万身价 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拍戏赚钱 然而就在2022年新年之际 意外发生了 月29号 陈容炼因涉嫌非法开设 网络赌博被逮捕 这就意味着陈容炼的资产 很可能会被冻结 而安以轩和两个孩子 也失去了继承人的权力 有媒体报道说 陈容炼被捕之后 安以轩整日以泪洗面 看起来非常凄惨 不得不说 安以轩确实有点悲催 先是被闺蜜抢了男友 现在老公又犯了事 可能她就没有做过太太的命吧 三 吴佩慈 吴佩慈是大S的好朋友 不但长相出众身材交好 还是首位获得八笔奖的华人 早在2008年时 吴佩慈就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富豪 随即开始交往 不过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三年 到了2013年 吴佩慈突然曝光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还表示孩子的父亲是香港富豪季晓波 季晓波的公司业务涉及到很多领域 当年的他奏拥上百亿新台币的资产 正因如此 吴佩慈才会心甘情愿的为他生孩子 吴佩慈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母贫子贵 如果多给季晓波生几个孩子 还怕他不娶自己吗 可惜的是 吴佩慈接连生了两儿两女 其拼命的架势让人咋舌 然而即便吴佩慈为季晓波生下了四个孩子 季晓波依旧没有娶他过门的打算 而且在2021年 还有媒体曝光季晓波陷入财务危机 称他亏损了上百亿 甚至连豪宅都抵押了出去 如今吴佩慈的大女儿都已经八岁了 但他依旧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名分 也不知道他还要再等多久 四 梁洛诗 梁洛诗的遭遇其实跟吴佩慈非常相似 梁洛诗当年号称小张伯之 不仅长相和气质出众 还是英皇公司用力培养的潜力股 当时的他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富豪的关注 其中就包括李泽凯 不过以李泽凯的身份和地位 肯定会严格挑选另一半 所以梁洛诗也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而已 然而梁洛诗却对李泽凯动了真情 还先后为他生下了三个儿子 两人在交往期间 李泽凯其风流本性不改 压根不想娶梁洛诗进门 直至2011年正式分开 按理说豪门最注重的就是传宗接代 梁洛诗接连生了三个儿子 完全可以算是李家的功臣了 然而李泽凯却翻脸不认账 选择跟梁洛诗分手 只留给他一部分分手费 跟他的资产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 现今李泽凯的身边依旧美女环绕 时不时的就换一位新女友 过得十分潇洒惬意 而梁洛诗则移居到了国外生活 成了一位单亲妈妈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幸福 不过有李家的三个儿子在手 即使没有嫁入豪门 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差 5.贾静文 贾静文同样是一位豪门梦碎的女星 而且她的遭遇十分凄惨 2004年贾静文结识了富豪孙志浩 两人悄悄地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孙志浩的父亲曾是两家货运公司的老总 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年纪轻轻就打下了十几亿的身家 贾静文当年虽然也比较红 但他的资产和咖位跟孙志浩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两人相恋没多久 贾静文就怀孕了 2005年6月 生下了两人的女儿孙灵溪 这段恋情也随之曝光 可惜孙志浩的母亲却非常看不起贾静文 甚至要求她做了亲子鉴定之后 才答应让她进门 然而嫁入豪门之后的贾静文 却并未实现自己的豪门阔胎梦 因为婆婆不喜欢她 要求她退圈 而且孙志浩压根没收心 依旧流连于花丛之中 还多次被拍到和辣妹在夜店狂欢 孙志浩的行为 最终让贾静文彻底死心 两人在2009年展开了一场离婚大战 按理说这件事是孙志浩有错在先 就算是打官司 也是贾静文占优势 可是孙志浩却带着专业的律师团队 坑了贾静文一把 不但要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还从贾静文手里夺走了2600万 至此 贾静文在这段婚姻中 正是输的一败涂地 本来她想要借孙志浩上位 没想到最后反被对方夺走了资产 只能说是她太嫩 压根完不过负好几人物 好在这几年的贾静文和修杰凯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小日子也开始有滋有味起来 6.夜运仪 80后的观众们一定对夜运仪 有很深的印象 年轻时的夜运仪 可是不折不扣的港圈女神 光凭颜值就能调达大多数女星 就连林志颖都曾对她着迷不已 1995年 22岁的夜运仪结识了富商陈伯浩 当时夜运仪的事业正直巅峰 但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圈 然后结婚生子 婚后 夜运仪成了一位全职太太 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活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5年 陈伯浩就厌倦了夜运仪 俩人的感情也逐渐出现了裂痕 俩人离婚时 曾因财产问题闹上了法庭 虽然法院判决陈伯浩一次性赔偿夜运仪800万 之后每个月还得支付固定的抚养费 可是陈伯浩却表示不服 公开对媒体表示 夜运仪在那方面的需求非常强烈 不管是谁都受不了 此话一出 夜运仪的玉女形象瞬间崩塌 本来夜运仪还想要付出拍戏 但受到这个负面新闻的影响 根本没有剧组愿意接纳她 而且不久之后 陈伯浩投资失败破产 原本商量好的补偿也彻底告吹 甚至连孩子的抚养费都成了问题 时至今日 夜运仪早已经风华不再 还不到50岁 她就已经满头白发体态臃肿 跟同龄女星比起来相差甚远 可见这段婚姻对她的影响有多大 7.陈伯荣 陈伯荣是1989年的港姐冠军 当时的她留着一头短发 看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她也参演过很多经典的作品 像《赌霞》 《龙腾四海》等等 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跟前面的几位女星相比 陈伯荣的感情经历要更加坦坷 她的第一任男友是倪震 两人在一起时 倪震跟周慧敏刚分手 因此陈伯荣也被网友们误认为是小三 跟倪震分手后 陈伯荣遇到了富豪男友许静亨 许静亨是香港顶级富豪 如果能够嫁给她 无疑是一步登天 可是许静亨只是跟陈伯荣玩玩而已 最后选择了李嘉欣 随后陈伯荣又遇到了游王朱明 当时外界传言 朱明身价数十亿 不少女星都想要抱她的大腿 陈伯荣也听信了这个说辞 把资产全都交给她打理 然而没过多久 朱明就卷着钱跑路了 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 朱明是一个假富豪 就这样 陈伯荣被朱明骗钱骗色 从那以后 陈伯荣再也不相信爱情 直到现在还依旧孤身一人 对于圈内的女性来说 加入豪门确实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然而这条路不是所有人都能走通的 一心想着嫁进豪门 忽略了对自己的提升 没有扩胎的命 却得了扩胎的病 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